星期六問責 如果申請人是有就住2020年的補習業計劃 是有一些的退款或者罰款在這裡 他就要在未來的5月10日之前交清它 才符合資格申請你們新的這一輪計劃 據你們的說法 這裡涉及860間的企業就有7700萬的款項 其實為什麼政府要出到這一招去追一些款項呢 過往去收這些款項是否遇到什麼困難 其實要說我們兩年前做補習業的經驗 其實大部分的僱主都是守法守規的 看回數據其實接近八成的僱主 都完全根據他的承諾請回足夠的僱員 還有18%左右 他未必 未能夠完全做得齊他的承諾 不過都是只差一兩個僱員 這裡已經佔了九成多的僱主了 但是始終有些僱主都是違規 違規我們就根據我們之前提到的安排 拿回補貼 接著罰款 但是很多時候有些僱主就會跟我們有些書信的來往 他們會跟我們有些不同的理解 譬如他說 為什麼在強制金紀錄那裡沒有反映到我請了足夠僱員呢 是因為強制金受托人那裡沒有準時去處理我的申請 就是這些來來往往 拖到兩年後這個時候 仍然有你剛才說的860個僱主 這個情況是不理想的 所以我們這次成這個2022保就業的計劃 都希望呼籲這些僱主和政府快點有一個了斷 如果真的不可以在5月10日或者之前 交還他欠政府的補貼或者罰款的話 政府是有權不處理他們的申請 那呼籲發出之後有沒有效呢 是不是很多這些僱主就馬上還錢給你呢 沒錯啊 是啊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我甚至早幾天都收到一些電郵 是一些僱主直接寫來的 他們的積極性強了很多 我想他們都想申請 我估計不少860位僱主當中都想申請的 所以這次我們有這樣的安排 令他們都希望快點和政府去處理了之前的事情